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在收集这个Nightmare 到底是自己的噩梦还是对方的噩梦?等下为你介绍 这点Nightmare是以3号凸击炮为圆形 可以看得出它的下装脚是相对的比较薄弱 然后上装脚会相对比较好一点,所以它是5号头 然后它的旁边有这些间隙装脚的,后面当然不用说了,也是最薄弱的位置咯 现在这5阶,间隙车这个横向比较,可以看它的α280是全场最高的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这个炮弹的速度325,可以说是全场最低的 然后它的瞄准时间要2.26,还有它的这个分散可以去到0.43那么高 移动速度就比3号突击炮来的差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射击进度 最终移动目标 远程射击 挑战三阶档客 挑战三阶档客 软目标 提前射击 现在欣赏一下它应该要怎么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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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好像是你提着散弹枪进过战场 还要有一个队友伴随一起冲这个战场 而且距离又不能太远 尤其是稍微远点像中距离 远的根本不用说咯 然后如果你是遇到跟4阶档客一起玩的话 你是4阶档客的恶梦 那如果说你是跟6阶档客一起玩的话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恶梦了 毕竟是免费的档客还要求什么 这是以下我的观点 可以欢迎留言 HAPPY GAMING 拜拜